作詞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我 我 才剛出山林 糟蛋沒清醒 人生小精靈 我 有一生本靈 這樣独自闖入了 不理 相信命中注定 四处找醒却没人说明 再次降临 期盼爱情 究竟谁是我的甜蜜 看 用来缘分一直都在等着我 相信爱真的存在过 你看我 挂你 美容 四季洒脱 对爱从来不会有疑惑 虽然我 山峰 天火 倒住窗户 来到人间不过是我爱的下落 怎么找谁 缘分因果 什么对错 骄傲看我 何必再顾虑太多 只知道无论走到哪里 你都会陪着我 何必再贴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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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看着就行 本王这就替你报仇 王爷 刚才都说我误会 我唐门对你还是有用的 把他杀了 再把唐门移为平地 你听不懂人话是吗 我说了我的仇我自己报 你还是这么倔强 这么多人命葬送在你手里 我要杀你天经地义 而且我现在改变主意不想等 要等你经脉寸断慢慢死 对不起那些无辜的冤魂 所以我打算立刻动手解决了你 当初可是你说的 你虽欣欣赏我的雄心装志 愿为我征战武林 赴汤蹈火 为了成为武林霸主 我不算手段有什么锁 还不都是为了满足你的需求 明明变得是你啊 我都没有跟你结交 看在我曾经爱过你的份上 你没死就应该既往不咎 怎么来杀我 真是与惊四座才变无双啊 那就等我杀了你之后 我看你还说不说得出口 叶汐 你当时真是那么瞎吗 不用听他诡辩 动手结果便是 我没错 我没错 错的是你 不是我 你 你一定会后悔的 到死都还要挑拨 既然你不想做人 那就做鬼吧 你还好吧 唐阳已经被我杀了 你安全了 你放心 你坚持住 我会救你的 鲍鱼 李花珍呢 你先把他带走吧 我会生下去的 鲍鱼 李花珍若是落到朝廷手中 恐怕后患无穷 我别拿回来 你别说话了 我帮你拿回来就是 难为你还这么忠心 跟我一起先把他带走吧 好 谁也不许走 只要你留下 我可以放他走 反正他也快死了 鲍鱼 李花珍给我 你和我回去 别说鲍鱼 李花珍 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 不必了 我只要拿回鲍鱼 李花珍 拿回 你还是一心想要帮他 他死了也用不着这个 他不会死 我说了我会救他 就算他出了他们 本王也能立马让他死在外头 那我就只能以死相护了 刚才是他帮我挡住了鲍鱼 李花珍 就算他没有那么做 我也不会允许你伤害他 我要跟谁在一起 是我自己的事 你为什么要迁怒于他人 你们两个这是干什么呀 王爷 叶熙不愿意跟你走 你就不要勉强人家吗 叶熙 我也觉得堂门都不是什么好人 你要不要考虑清楚再说啊 王爷 你其实也是可以考虑一下我的嘛 你闭嘴 不然说就不说 走行了吧 走之前我再说最后一句啊 叶熙 你还是自己保重啊 这两个人都不好惹 我说过了 我的仇我自己报 我也说过了我不会跟你走 不管你听不听得进去 我言出必行 鲍鱼 李花珍我要带走 堂还我也要救 如果你不答应的话 那就只能一战 你真的要为了别的男人和我动手 是 住手 不许伤他 要我留下也行 如果你不介意是一具尸体的话 我也不想用自杀来威胁你 但面对你这样的人 我只能出自家策 我放你走 东西给我 好 本王不会放弃的 直到你回心转意 好 好 原来有个神医在身边还挺好 你不是自己会疗伤吗 我会是会 但还是疼 是吗 我还以为你不怕疼 刚才的身姿很神勇 真的吗 你跟我说一下 我刚才 别走 把眼睛闭上 闭上无影闻得到 你身上的味道好好闻啊 比唐环送我的香囊味道还好闻 我那个已经丢了 你再送我一个吧 自己拿着 小心伤口 我这个只是皮外伤不要紧 我刚才手抖 我突然想起来 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你也是拿着剑指着我的吧 好像也是因为我讲话 你没被你自己害死 你算是命荡 等等等等等等 我有正事问你 真的救不了唐环了吗 暴雨梨花针上策的毒非常诡异 其实说解就能解的 眼下我也没有办法救她 好吧 那我只能去枫华谷 我相信谷主一定有办法救她 那就得看谷主的心情了 只要有一些生机 我就绝不会放弃 叶姑娘 准备好了 随时可以出发 好啊 你给她吃的那个往生丹 能不能多给她吃几颗 我觉得此次路途遥远 我怕我不能保证她 你多给她吃几颗 那她就真的往生了 不过以你这不识路的性子 找不到也正常 那就是她该命卷于此 可是我看了风华谷的地图 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 就像回家的路一样 算了算了 反正不用你操心 就算天上下刀子 我也会努力赶到的 天上不会下刀子 她也不值得你这样拼命 等等等等 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句 往生丹价值万简 你说过要报答我 我说到做到 那你想我怎么做 也许以后我们还有机会再见 等那时我再告诉你 白月 虽然你嘴上没一句好话 但我也不是那么迟钝的人 每次我与人交手的时候 你都站在我身边 不管面对的人是谁 只要我不退 你也不后退半步 我求你的事情 你每一件事都硬 不仅一次次地救我 还帮我救别人 我不是帮你 都是要还的 日后我自会找回来 我知道 就算我再问你也不会说实话 反正以后有的是时间 不过走之前 我想问你一件事 在大家的说法中 我和他们一个个 都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那我和你呢 我不记得你总该记得 我们之间是不是真的 发生过一些什么 我们又是什么关系呢 我们 没有什么关系 驾 你 你你逃也没有用 我是不会信的 叶姑娘 这一路辛苦你 麻烦多加咒误一下 你放心 我说到一定会做到 我一定会去封华谷 求谷主救他的 有我在 就算阎王爷亲自所命 我都不会让他死的 唐门现在乱成这样 难得你还这么忠心 你留下来要多加小心啊 好 我先走了 驾 驾 于 来 又见面了 你还是当初那般冷酷的样子 你身上病根未轻 不好生保养的话 恐不能长久 当时听说他被杀 我以为我活不下去 是你救了我 我还没有对你说声谢谢 如今他真的回来了 为了他 本王也会长命百岁 对 那你打算怎么谢谢我 本王如今这谢谢两个字 可不同当初 你特意在此等我 不就是为了他的事吗 那我们可得好好聊一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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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três 怎么 好了 你 pagar 既然你办不到 我也等不及了 麻烦就麻烦些 做成意外便是 你想做什么 半路劫杀唐环 他还能时时刻刻看着他不成 一想到他们这一路的朝夕相对 本王就恨不得踢刀砍了他 唐环中了暴雨梨花阵 昏迷不醒什么也做不了 你这样做只会造成意外 昨日黑甲军的行为你也看见了 你自己在场 尚且阻止不及 他有一心想救的 到时候万一给你来个玉石俱焚 子儿复生这种事 是不是每次都行 只有天知道 其实要是他的失忆 去 或许还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找到五色龙骨 应该可以让他恢复记忆 哪怕倾经举国之力 本王也一定要找到 时尚 小夕 你如何 能不记得 三年前若不是你那般 执着救我 我早已事故无存 好 他 你没事吧 我为什么还没死 当然是我救了你 你差一点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要你多快现实 谁稀罕你救了 年轻人 好死不如赖活着 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世子世活 与你何干 救人救到底 送佛送到西 既然你遇到了我 我就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送死 而无动于衷 我会良心过不去的 你觉得我会相信你这种鬼话吗 你到底有什么企图 企图 像我这么正经的姑娘 怎么可能会对你有企图 我呢 就是看你长得好看 像你这样的角色死了太可惜了 都是因为我这张脸 我要毁了这张脸 这是我的刀 我还要切菜呢 不能沾上你的血 你 我既然救了你 就不能任由你轻贱性命 白白糟蹋了这张脸 你 你放开 我不放 除非你答应我不再轻贱自己 你凭什么管我的事 你现在又抓住我的胳膊 那你说说不亲 不懂吗 我这是在救你 又不是在轻薄你 身体 发肤 瘦之 父母 你这样轻贱 你自己就没考虑过你父母吗 就是他们把我送入虎口 我逃不掉 躲不开 还不如体面地找个死法 我还被人追杀呢 但我不会那么没有出息 就算杀到眼前来 只要我还有力气打 就会拼命地活下去 年轻人 好自为之 你等等 我 我有点饿了 你有吃的吗 嗯 你别着急 蘑菇快洗好了 就能下锅了 你为什么不来让我安心地去死 我费了那么老大劲救你 你为什么就不能好好活着 因为活着太亮了 我终究是见不到阳光的 醒来也永远都是黑夜 我不知道自己的过去 我也无父 无母 无亲 无友 我还被全江湖的人追杀 会比你更有理由去自杀 但是我依然要好好地活着 每个人其实活着都挺不容易的 来日方长 你总会明白的 你根本不知道我面对的是什么 我和你不同 我厌恶我自己 活着 只会让我真的恶心 长这么好看还说这种话 今天扎了那么多野生菌 如果你死了 我一个人可吃不完 阳光真好 就算偶尔有风霜雨雪 也很快就会过去的 阳光只会刺伤我的眼 我的心早就前创百孔 我说得嘴巴都干了 你怎么还是油盐不尽 你怎么就这么阴魂不散 你究竟要跟我到什么时候 你要我走 我偏不走 我就要一直跟着你 直到你放弃轻声的念头为止 这世间每时每刻都有人出生 有人死亡 这么多人你管得过来吗 我与你只不过是陌生人 你为什么偏偏对我紧追不放 你我遇见就是缘分 我不可能不管你 再说了 直觉告诉我 你值得叫 真是可笑 我就是想要毁掉我自己 难道我连死的权力都没有吗 至少还有我这般珍惜你性命 我真是从来没有这样对过一个人 你为什么就是一点点改变都没有呢 我就是想要一了百了 快点去死 因为活着实在是太难熬了 我也不再信什么老天有眼 恶有恶报这种鬼话 与其你去死 不如让别人去死 恶有恶报 就算老天暂时不开眼 我可以帮你啊 我不值得 深情也不值得 你还是人吗 我冒死救你 我冒死救你 你居然还骂我 那是你自找的 不都说生命脆弱吗 为什么我求个死却这么呢 我才脆弱 我现在浑身都疼 一碰就疼 传殿下的话 你身为质子 私自出逃 已经连累身边数人被处死 如果你还想让淮南王全族 为你陪葬的话 你大可以试试 我跟你们回去 和他没关系 他只是路过 好 我刚才寻死跳下来 正好砸到他 你寻死也该死远一点 这地儿人多 要是砸到了别人 你死了也多了个孽罪 带走 是 我叫腾齐 对不起 我为你而活 为你变强 也许我会一直等你至死不渝 白月 我让太医查遍了宫中典籍 找到了一条记载 说是在南科禅司地底下 很有可能有你说的龙骨 那不是皇家死员吗 那又如何 就算是皇陵 本王要开启 谁又敢阻拦 我们现在就立刻启程 夜深路远 王爷 为了你自己的身子着想 就别赶夜路了 无妨 不是有你在吗 走 最烦装神弄鬼了 再不出来我翻脸了 走 妖女 你还敢说我们装神弄鬼 怎么又是你们 上次在唐门说的话忘记了吗 别说没用的 快把暴雨梨花针交出来 你这妖女 蛊惑摄政王抢了暴雨梨花针 还杀了唐门少主 炸了唐家宝 弄得以好好的唐门血流成河 这都是你干的 说到底 你们都是为了暴雨梨花针是吧 行 暴雨梨花针是在我手上 但你们有本事来拿吗 你们听好了 摄政王就是我的靠山 摄政王说了 谁再敢找我的麻烦 就诛他满门 你吓我谁呢 我们都是为了武林的公道 想当初你蛊惑太子 太子最后不还是下了罪己证 就算是摄政王 也不能坏了江湖的规矩 说不定 现在他已经明白过来 要朱砂的是你才是 替天行道 你们也配啊 不过就是仗着人多 颠倒是非黑白罢了 既然如此 那就来吧 好你个妖女 竟敢偷溢水山庄的开洋剑 现在人赃并获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大家不要怕 我们这么多人 拿下他 带着剑去溢水山庄 可以领登了 他手里的开洋剑就是我送的 怎么 你们有意见 林大小姐 你也被这妖女迷惑了 你爹可说过 什么歪魔邪道 都得去死 我爹还说过 名门正派的伪君子也不少 比真小人都可恶 什么歪魔邪道啊 我看你们就是合伙想抢劫吧 大哥 长到溢水山庄也是来抢 暴雨梨花针的 连溢水山庄都敢诋毁 难怪诬陷起一个 无门无派的女子来毫无压力 我爹说了 唐门之事牵涉众多 他自会调查清楚 在这之前 只要是乱吵乱咬 私自斗殴 别怪溢水山庄不给面子 留着你们仨也 武林岂不乱套了 还有谁要动手的 现在就当着我的面 你们动一个试试 既然溢水山庄出面了 那咱们就卖盟主一个面子 希望盟主到时给我们一个交代 兄弟们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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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岂小姐 谢谢你啊 没想到你讲话这么厉害 说话一套一套的 我还有很多套路呢 谁让我们家学院员 不能动手 我还不能动动嘴皮 在骂人吗 好了 你快走吧 路上应该没有人 再找你麻烦了 就算是有啊 我也管不了了 对于那些执意要讨打的 你就当活动活动筋骨吧 好 后会有期 后会有期 来 走 白月的鸽子呢 明明自己担心叶熙 却让鸽子送袭来支持我 他悠悠会听他的吗 大小姐 你忘了你之前为了白公子 连乱散岗这种地方 你都去过吗 我这么性情中人 能翻篇了不 去 把他那只鸽子给我炖了 我要补补 你不给他回话了啊 补回了 偏要急死他 还说什么为了武林和谐 让他找这种破借口 以为我真傻呀 走了 你怎么会变好 我把他担心抵手 那我终于是 这种破借口 这种破借口 你怎么会变好 多破借口 不要抵手 这种破借口 你还记得那一场雪吗 我跪在城墙下 希望时光可以倒流 祈求老天可以把它还给我 我愿意用我的命换回它 那一夜的雪 是我有生以来 见过最大的一场雪 差点没把我冻死 王爷 您要的东西 这是本王只来的谢礼 我记得 那一天你变成了雪人 只有流出来的泪是热的 还来 水 水 就已难听 今生的灵魂 山高水全对你 怎会有来世路的你 心恶解月如龙花 才将故人追溯 不思月情怎有缘 却浓墨阴 你 你看见他了吗 你 你有没有看见他 这上面不是写着呢 他已经被刺死了 不可能 他不会死的 他不会死的 你 他喝了太子毒酒 贺鼎安 入口即死 无药可救 就算是人都说他死 我也不相信 我也不信 你看见他没有 你亲眼看见他死了吗 他还活着 他一定还活着 对不对 我也在这儿 无论生死 总有缓急 对不对 我听听到 police 呢 你 有点 我帮你 我帮你 你 我帮你 我帮你 我要帮你 我帮你 我帮你 他就是在这里带我出城 他为了救我 自己扛下了一切 我以为我们很快就会见面 我早知道这样 我绝不会一个人走 哪怕死 也要和他死在遗嘱 你既然不相信他死了 我也会用轻易说出来这个字 可我要去哪里找他 上春毕落 下皇帝 也行 我发誓 我一定会找到 为你报仇 下周 订阅 下周 编曲 再寻回不离 那声相伴相依 小声万转一曲 又让我懂往昔 夙愿未成怎与你分离 怎么会解缘分 待我回答个程 找寻你曾依落的体温 轻轻的梦复生 风化我的路程 小弹尽手何必再过问 怎么会有人谈 不知他不生恨 往事难说尽故人情恨 无心草木之躯 盼着情真 为你守护此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想 livre 感谢观看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